好了 来到旅行人山庄了 一看这种建筑就是有年代感的 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 连我上次来都是八年前 不过跟印象里的还是差不多 还没什么变化 不要看照有点旧 到里面泡温泉的地方是真的吵灾 特别是它的司汤 等一会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还有买伴手里的一些地方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日式的一个房间 这个不多说了 就反正洗手间是小小的一间 这可能是一个冲林浴的吧 冲林浴 但是你在这儿 这儿有一个冲林浴的 但是你是泡温泉的话 其实这基本不会去用 你宁可到外面去泡他们的温泉 谁在这儿泡浴缸啊 然后房间是这样的 一个榻榻米的房间 我不知道按照日本的说法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这个一张席子就是一瓶啊 我不知道它算是几瓶啊 然后这儿有个桌子 但晚上你那个睡觉前 他们会过来帮你扑那种被子 那我们是睡三个人嘛 嗯 然后就叫啪啪啪 就是睡睡地板 有人说是榻榻米 这个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的 能不能开我也不清楚 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什么景色 那这个就是它外面的有景色 然后呢 它的那个 有个泡汤的地方 就是一个公共泡汤的那个地方 也是一边泡汤一边 可以看着远处的那种山景的 然后呢 我们还预定了两个私汤 两个私汤的话 就男归男泡和女归女泡了 就是入住旅行人山庄的客人 每个客人都能预定一个私汤 就是每天嘛 然后是45分钟 它这里有四个私汤 就是它私人的一个温泉 然后最好的好像听说是一个 叫做赤松的那个什么私汤 但我们这次已经提前了 要快一个月吧 三个礼拜预定的话 也没有预定到 我们预定到了另外两个日本字 我不知道 然后我和夏小姐上一次 第一次来吧 就不懂嘛 只到了这儿才预定了 那么只预定到了一个叫鹿的汤 然后那个汤是相对最差的 比较小 像偏室内的 其他汤都是有点偏室外的景色很好的 甚至你记起好的是能看到枫叶 或者什么样的 当然了 我也没去过 因为是私汤 每次只能去一个嘛 上次只去了那个最差的一个 从图片上来看 能看得出来明显其他三个汤更好 那我待会儿 因为是私汤是可以带着这个手机进去拍的 那我到时候就拍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它的公共汤 我只能描述一下 我只能描述一下 就也不错 就跟刚才我给你们看 就是你在泡汤的时候 是一个户外风雨的一个这个样子 你是可以看到整个这个山景的 就是视野非常的开阔 如果天气好的话也会感受非常好 如果天气好的话也会感受非常好 台军的上线的高 诶 再看一下 花姑娘 花姑娘的 蜜蜜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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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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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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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看这种景色 它远处其实可以看到 鹿尔岛的机场 什么阴岛 如果天气更好一点 现在雾气比较重 看到那被挡住的地方了吗 那就是公共的泡汤的那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一边泡汤一边看这个山景 如果你是在秋季来 一个好的时间来的话 我觉得会有更丰富的色彩 现在的话还不算真正的一个秋季吧 所以说还没有到最漂亮的一些时候 待会我们就要去死汤泡一下了 好 现在我们在去死汤的路上 前面有个提灯小王子 这还有个提灯老王子 有提这个灯 这个每个丝汤我们可以泡大概45分钟 我在想如果进的话 然后是不是可以各泡20分钟 我都体验一下 这个丝汤是在户外的 一定要有他们工作人员 那个带你才能进入 不然的话是锁着的 不知道会不会有猴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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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面吗 应该就前面的 不会太远 预约 预约是不能泡地 很安静 随便都是我们的 这两个都是我们的 我先进去拍一下 趁这个女士们还没有那个的时候 大概就这个样子 估计我们男人的好像跟他也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其实晚上泡还是有一点点剩人的 不应该没有猴子 走走走 我们去有我们的叫 叫那黑语 我感觉对我们来说45分钟应该用不掉了 这个泡个10分钟15分钟就会有点累了 我们可能泡个二三十分钟 这种地方你知道吗 就是新婚的小夫妻在里面 走 先让我拍一下 差不多的 这两个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最好的看来还是赤松的 现在我把鞋子脱了 我鞋脱了 好了我们可以泡了 我会给你打马赛克的 我的马赛克忘记打在哪里 鸡上 他打在鸡上不是打在脸上 这里的温泉是完尾温泉 发现历史不说了 反正治什么的 什么神经炎神经痛 女性病 瓶血 静止是心脏病 什么动脉硬化这种不行的 基本上很多都还是那个 硫磺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浓的 慢性皮肤并湿疹都挺好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检查的一个什么镇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个什么地方检测出来军团军是吧 一种什么军 好像超标一百还是一千倍 反正挺吓人的 有可能一万倍 我忘记了 现在估计他们还蛮处理的 因为那个老板后来自杀了 我记得 泡完澡 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变成这个体灯小子 其实有一点点胜忍 不还好 因为他酒店离这儿不远 就在前面 然后泡完了这个澡 浑身舒坦 感觉经脉都被打通了 然后等一下就去吃他提供的晚餐 这个酒店蛮好的 就我在16年来的时候吧 大概一晚上才就两万四 就好像就一千两百多日元 不一千两百多人民币的样子 然后呢 除了就是可以泡澡住一晚上 然后还抱一顿晚餐和一顿早餐 然后早餐好像是自住的吧 但不是那种五星级酒店的那种 是有限的一些偏日式的自住 然后给你一份主食 晚餐是一份怀食料理 味道反正就那么回事吧 就做挺好看的 就大家也知道 怀食料理在日本一直挺贵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挺超值的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到外面去吃怀食料理 也不是说特别好的那种 就还行的那种 以前我记得叫五六千日元 现在可能更贵了 然后待会吃料理的时候 我再把它给你拍一下 现在走路要小心翼翼 别到时候摔一跤 那就回答 这个是今天晚上的怀食料理菜单 你看花安景很多的 什么餐前酒 小锅 前菜 自身煮物锅 还有什么 好了 还有什么炸物 什么都有的 还有什么是谁做的都有 炸木生野 就还是很讲究的 然后这儿 这个就应该是它的那个小锅和前菜的一些那种东西 然后这里应该有一个锅物 锅物的话应该到时候会把点燃了以后再泡东西吧 还有些东西还没上呢 哦 照应该是它这锅物的烧的一些 一模一样儿童菜 反正挺讲究的 但是说句实话上次吃 感觉挺一般的 我们要开动了 这个小寿司应该是一个什么 看一下菜单 前菜里应该是秋刀鱼制 寿司 烧秋刀鱼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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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寿司吧 有可能现在有点饿 吃的感觉还蛮鲜的 但其实鲜味还是有的 下面再尝一块鲜鱼 几乎没有脂肪 吃生的部分 没有脂肪就没有什么鲜味 就这样吃吃吧 然后这个应该是鱿鱼 乌贼 这看起来可以 口感还可以 嗯 算是我喜欢的那种口感 就是在嘴里有点 你知道吗 乌嘴有点黏黏的 不是爽脆的那种 暂时不方便我还这样拍一下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炸虾馄饨配一个辣椒 然后蘸的是这个调制的一个盐 这还有一个小火锅 加不加不 配了点猪肉啊菜 吃这个炸虾馄饨呢 跟他虾呢 外皮炸的很脆 里面也好吃 就是料很满 但海老 刚刚海老不是虾吗 我没看到虾 但好吃的 这是好 属于好吃的 就炸的非常好 很有水平的那种炸 胡椒酥面 酥面 酥面 胡麻酥面 嗯 这个是胡麻酥面 胡麻酥面 味道其实也不错 就是放芝麻了 进入尾声啦 这个是他们 鹿尔岛的现产米一个杂粮吧 我不知道里面还拌了些什么东西 感觉还有像是有点咸味道 香菇碎啊什么都有了 说不定还有一些那种虾米鲜背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锅锅打乱炖 我把它的菜都放进去了 主要是蔬菜和三片猪肉 应该是他们本地的猪肉吧 还有个丸子 丸子我不知道是猪肉丸还是鱼肉丸 整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多点评了吧 那就稀里糊里的吃掉了 这锅东西吃完热死我了 然后最后一道菜 什么甜品啊 梅的饼 大概里面是个草莓的一个什么什么饼 加巧克力和一粒葡萄 哇日本这个葡萄搞不好就要好几十日元 还是不是 梅的饼 里面是草莓的奶油馅感觉 外面就是那种水晶酱的皮子 软软装装的 然后里面是草莓馅的那种奶油 有一点酸酸甜甜的 不算特别甜 我觉得还算 蛮好吃的 OK 今天就finish了 拜拜 吃好回来 他们也帮你把床铺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晚上的住宿 榻榻米 像个宿舍一样 其实我记得上次睡着好像还蛮舒服的 我们好像上次在睡的时候 还在墙上投影看综艺了是吧 好再见 早起泡个温泉 正好没有人 那赶紧用手机先来录一段吧 这是它的户外的一个公共的泡温泉的地方呢 景色啊 你可以泡着看远方的景色 这里有人就不方便了 那现在没有人 我得小心别把倒影会不会拍到我